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县政府基层座谈会今天上午来到了偏远的封冰箱登场 县长许正位也亲自到场主持 而面对村林长以及地方代表、社团协会干部 提出了包括农路改善、观光产业的辅导推动 以及部落民生用水的问题 县日五个局处首长也都给予正面回应 会刊后还来不及托换雨协的县长许正位 一道封冰箱地方集成建设座谈会现场 机客请听、村林长、部落头目及相代表、社团协会干部的需求与建议 道路不修后,使用不变 希望将融入铁连换后不设水 主要提的就是公共安全的部分 因为那个铁皮已经四五十年没有在 全部改为一起道路 而且那个铁瓜屋工程的部分 我觉得对部落整整个部落的安全或者是整洁都是有遗体的 需要很机会,能够招致感情五百万的机会 来自我们发行部落等的拥有万能资产生 可以和 除了裂案的基础建设案 县长逐一逐条来解决 临时动议会议中,村林长、部落头目、湘民代表及社团协会干部 特别关注提出包括农路改善、观光产业的辅导推广及部落民生用水等等的问题 和县府各局处及中央驻地单位面对面沟通协调 县政府从我们不管从前任的县长到前任的县长 给予我们光冰箱非常非常多的关心 光冰箱虽处偏远但海岸风光明媚 尤其近几年观光产业蓬勃发展 县长江丽婷也感谢县政府对地方建设的支持 县长许正伟也希望借此听取基层新生建设地方 县政府这一场地方建设基层座谈会 除了列案的11件提案 再加上临时动议中地方所提出三项的建议案 总共15件的提案问题 县政府也将责成业务相关单位推动执行 记者石玉兰 丰冰采访报道